泛民初選案16個不認罪被告審訊 星期三續審 雙方開始建案陳詞 控方陳詞時又說 無差別否決預算案是非法行為 而被告被控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並不局限在使用暴力 控方又說被告的協議 可能會構成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就算法庭不接納這個說法 都認為被告濫用立法會議員職權 未有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政府 政策